這一波的這個清查整理完之後 我們的財務人員整理結束 會重新再找第三方的公正的簽證會計師 來進行查核跟簽證 那部會議的收集是不是有問過 善後小組要不要請自他怎麼看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但我也去問了 也沒有這件事 第三方還是會由善後小組 技術來領導善後小組 就是他會領導善後小組 先把現階段的這個查證的工作 先做完之後呢 他同時間呢 也會違請第三方來做簽證 柯文哲的政治限定捐款裡面 有來自日本跟港澳的群款 那很好奇說 這一些捐款人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違反這個政治限定法 他只要是台灣人 只要是有中華民國國籍 年滿20歲他其實就可以捐款 所以不管他人在哪裡 他都可以捐款 那我們也會重新的來盤點 是不是有沒有身份證 或者是有其他人 但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是有身份證的 那現在的房子本來房價都很高 所以隨便看可能就要上千萬 所以這件事情恐怕 黨部沒有辦法帶回答 那我覺得這就是個人的人生規劃 柯主席一直都說他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其實他過去也知道 但我們現在已經積極的在把這件事情 善後處理起來 第一年就是沒有賺錢 所以他們把100萬退回去給募客 可是為什麼會漏掉 像這個來自中國或香港 這樣的一個捐款 這個科政也要講清楚 你不能跟我講說 你不知道這個規定 你也不知道錢從哪裡來 那你們當時為什麼會退募客100萬 總統大選捐錢的人的資金來源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可能柯正英要解釋清楚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陷入政治獻金 申報不實的風波 不過現在又被爆出當中 有11筆的政治獻金捐款 來自於對岸 也就是這個上海跟香港等等的地方 還有6筆是來自於日本 這樣子恐怕會違反政治獻金法 但你聽到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的最新評論 我們的政治獻金法有規定 不可以來自中國香港跟這個澳門 那尤其這些境外的資金 可能來源都是不明的 也很難追查 為什麼會漏掉 像這個來自中國或香港 這樣的一個捐款 這個科政也要講清楚 你不能跟我講說 你不知道這個規定 你也不知道錢從哪裡來 好 是可以聽到王毅川批評說 這個政治獻金的捐款來源根本不清楚 因為如果這些捐款的人 不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卻是在上海 香港 或者是日本等等的地方來捐款 確實是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的疑慮 那還是呼籲說民眾黨 或者是柯文哲應該要出面來說清楚 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今天評論媒體有報導說 是不是現在有要找第三方的查賬平台 然後還點名說是謝立功 還有這個張其露跟陳婉惠 想問一下 目前是不是有這樣的規劃 以及說有一個方向或出行嗎 這三個被點名的人 我都沒有聽過在這個 所謂第三方查證平台的人員名單裡面 那再來就是說 本來我們現階段呢 就是找當時沒有經手過財務的人員 再進行全面的清查跟整理 那在這一波的這個清查整理完之後 我們的財務人員整理結束 也會再找第三方的這個 會重新再找第三方的 公正的簽證會計師 來進行查核跟簽證 所以這個部分本來就會有 這個第三方進來 但是這個第三方 會是一個公正的簽證的會計師 那另外呢 我有看到報導寫說 這是刻意要排除黃珊珊 這是完全是誤解了這個第三方 公正單位的用意 想問一下 在那部會議的時候 主席是不是有問過 深山委員要不要請一次 他怎麼看 然後深山委員是不是有回說 他不在一起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但我也去問了 也沒有這件事 所以這個可能是報導自己揣測 然後只需乌有 所以就是真的是有打算 要成立第三方這個機制 不是本來就應該要有第三方的簽證 這是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 那第三方還是會有 深山委員繼續來領導這個善後小組 就是他會 領導善後小組 先把現階段的這個查證的工作 先做完之後呢 他同時間呢 也會 圍請第三方 來做簽證 對 聽說第三方進來之後 深山委員還會不會一起參與 大家可能誤解了 所謂第三方的這個角色 第三方的角色是在簽證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把公正的 我們把資料整理完之後 就交由第三方來進行 最後的簽證作業 所以他並不是有沒有 沒有三山委員的角色 而是 三山委員會把這件事情做到 結束 然後這個就包含了 交給第三方來做簽證 先有平安媒體報導說 柯文哲的政治限定捐款裡面 有來自日本跟港澳的群款 那很好奇說 這一些捐款的人 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違反這個政治限定法 對 所以其實 只要有中華民國國民的國籍 他只要是台灣人 只要是有中華民國國籍 年滿二十歲 他其實就可以捐款 所以不管他人在哪裡 他都可以捐款 那所以 我們也會重新 既然現在大家有發現 那我們目前初步看是有身份證的 那既然是有身份證 他就可以捐款 不管他人在哪裡 那我們也會重新的來盤點 是不是有 沒有身份證 或者是有其他人 但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是有身份證的 另外想請問 這個佩琪醫師 他們要買 一點而已豪賊這個部分 他早上有對新PO文 他是說 確實有去看過房子 那其中一段有提到說 他有在看辦公室 就是沿著黨部這個周圍 來去看辦公室 然後他會提議說 現在是要買房子 要買辦公室嗎 其實陳醫師他的家務 是我們沒有辦法代為回答 那我覺得看房子 我昨天講過了 就是每個人的人生規劃 這個外界恐怕也無法智慧 那現在的房子 本來房價都很高 所以隨便看 可能就要上千萬 所以這件事情 恐怕黨部沒有辦法代為回答 那我覺得 這就是個人的人生規劃 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在黨內這邊有負責管帳的 這個糧售局財務長 那時候柯文哲的進犯 為什麼會想要找這個李文娟來管 因為今天也有平面媒體說到說 是不是柯主席覺得說 在糧售局管錢之下 這個錢比較不好拿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誇大去解釋這件事了 因為去年的選舉 大家知道這是台灣民眾黨 這個去年是四歲 小黨第一次面對到總統大選級的選戰 那選戰當然不會只是進總 選戰也包含很多黨務的系統要進行 所以財務長他原本就是在黨務的系統裡面 在進行財務的工作 那當然就要進行分工 所以我覺得分工是很合理的 但是不要擴大解讀成說 好像就是因為財務長很嚴格 所以不讓他進來 這是沒有的事情 因為本來這個業務繁重 就應該要分工 那但是分工不代表說 他就不參與這件事情 其實他還是有在協助 整個總統大選的這個 在組織上面 地方黨部上面的財務運作 所以黨衆局也有在負責進總 沒有啊 地方黨部啊 因為去年選舉不只是進總在選舉 地方黨部也有很多相關配合的作業 那當然也有黨務的這個支出要做 那是因為找李文娟 就等於說現在整個財務的狀況 就是從這個負責管錢的這部分帳房來施火 所以大家就想說 是不是當初找李文娟來的這個科主席 應該也要負責 柯主席要負責嗎 柯主席一直都說他 是人不明用人不當 其實他過去也知道 但我們現在已經積極的在 把這件事情善後處理起來 那這邊想問一下 是不是有那個民眾之聲YT的 斗內的錢是進到木殼公司裡面 然後這個錢是再從木殼給黨使用嗎 那是因為梁壽局太嚴格 所以才另外成立木殼公司 這個部分我不曉得 不了解 問一下現在查證記者會 大概下一次開始日記什麼時候 因為查證需要非常多的工時跟人力 所以其實現在都還在逐一的查清楚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們也希望是能夠精確跟完整 所以如果有更新的進度 會隨時跟大家報告 好 在北市科的部分 因為政論節目主持人李正浩就有爆料說 有兩場的關鍵會議是由柯主席親自拍板 然後他就說這個防火牆倒了 而且也有圖利吳欣穎家族的嫌疑 因為剛好這個星光忍受得標的期間 剛好是吳欣穎在擔任星光忍受的副總 我覺得現在政論節目跟媒體人 這些名嘴都已經污名化了 所有在市政府所開的這些會議 只要是市政府開的會議都好像被他們說 變成是一個什麼關鍵會議神秘會議 可是殊不知這些會議都是非常正常的 例行性會議 那他完全沒有證據 然後就這樣捕風捉影 把這些會議貼上了這種圖利標籤 以後市政府還要怎麼做事 誰還敢主持會議 誰還敢要進行相關的招商會議 如果說現在這些爭論節目的媒體人隨便就這樣批評 隨便這樣造謠 然後把會議變成是他們八卦討論的茶餘飯後的話題 那以後市政府還要怎麼做事呢 謝謝 謝謝 謝謝怡萱 可以 可以 我們的政治現金法有規定 不可以來自中國 香港跟這個澳門 那尤其這些境外的資金可能來源都是不明的 也很難追查 那柯文哲的辦公室怎麼有辦法收了這種現金之後還不退回 我們有很多人是不能捐錢 因為公司沒賺錢就不能捐錢 所以他們自己也知道比如像木可 第一年就是沒有賺錢 所以他們把一百萬退回去給木可 可是為什麼會漏掉 像這個來自中國或香港這樣的一個捐錢 這個柯正也要講清楚 你不能跟我講說你不知道這個規定 你也不知道錢從哪裡來 那你們當時為什麼會退木可一百萬 退木可一百萬你們講的理由 就是木可第一年剛成立 因為沒有賺錢沒有虧錢 所以沒辦法捐政治現金 理由都是他們講的 那而且你是一場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捐錢的人的資金來源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可能柯正英要解釋清楚 另外說這個北市柯 現在又發現說柯文哲涉嫌圖利的行為是變大 因為這個會議紀錄也曝光是他親自才是 他親自召集 那留下的只有結論 也沒有討論的過程 那他幫這個案子設定了招標的形式 那從原來的一起標把它拆成分開標 分開標以後又把其中兩個合在一起 然後又從這個要交計畫書的評選 改成完全是價格標 那這會讓本來有想要投資的其他廠商 投資的意願就會改變 那這會讓得標的廠商就會得到利益 那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圖利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案子是他親自召集 那會中參與的成員只有四位 跟這一個金華城不一樣 前面還有彭政生還有都委會 十幾個委員一起的討論 所以四伯科這個案子 可能對柯文哲來說 這一個圖利的狀況可能更加的明顯